創意比材竟在运通 大家好 我是林德燕 欢迎收看时间密码 今天是礼拜四 台北股市又大跌190点 间谍这一根确实会吓人 没办法 两个强国在互相校正 互相喷口水 结果把全球股市给吓死掉 川普其实有时候想一想也是 有点过分 你看中国谈判人员已经 飞去美国了 对不对 已经即将要谈判了 他在人家谈判之前 他还继续喷口水 还继续放话 你看昨天 昨天川普说 中方来是为了要敲定协议 所以昨天美国股市先涨 那涨就算了 他后面在推特上面还发言说 还是一样会针对关税的部分 拉高到25% 在礼拜五 礼拜五还是会执行 人家人都已经来要跟你谈判了 你谈都还没谈就直接先下马威 一样礼拜五一样关税拉高到25% 那你这样不给面子 大陆他们当然也不甘示弱 所以大陆说你如果敢拉高关税 我一定还是会相同方法来对抗你 大家互相校正 就弄得全球股市一片漆黑 弄得全球股市一片漆黑 其实大可不必要这样子 你看台北股市今天一开盘 原本昨天晚上欧美股市还不错的 美国是收小涨 欧洲是大涨的 德国是涨了八十几点 就今天一开盘之后开第十三点 兵败如山倒 卖压一直出来 最多跌到190点 瘦最低 今天是带量沙盘卖压出来了 你看今天台北股市 OTC跌得1.98% 有7家跌停板 124家大跌5%以上 372家跌3%以上 今天这个行情真的是好惨 好惨 你知道最近在美国跟中国 互相校正之下 中国当然是出家对不对 你看大陆股市上阵 跌了14% 都已经回到年线了 回到年线了 现在在做年线的最后保卫战 如果连年线这种大的多头防线 都失守的话 那就真的是麻烦了 就真的是麻烦了 深圳这次跌更多 深圳大跌了17% 深圳大跌了17% 也回来年线 做年线的最后防卫战 这个对全球股市来说 也是个机会 因为大陆如果年线能够守得住的话 那大陆守住了其他国家就能够比较放宽心 跟着一起反弹 你看大陆今年虽然前三个月大涨了一波 可是你仔细看 这是深圳的月线 今天收盘在1571 历史高点3304 大概只有一半而已 大概只有一半而已 所以大陆股市目前未接还在历史的底部 还在相对的底部 相对的底点 你看美国的部分 道琼这一次跟中国校正 他才跌3%而已 到昨天收盘截止 美国才跌3%而已 美国跌3% 中国反而跌掉了14%跟深圳的17% 深圳跌17% 美国才跌3%而已 所以两强的校正 美国其实还是占尽了优势 尤其你看道琼目前的位阶 道琼目前未接还在历史高点 道琼在历史高点 刚刚我们看到大陆对不对 大陆是在低 这是月线 大陆在低点 道琼在高点 所以为什么川普 他会态势那么硬 原因就在这里 他有足够的本钱 他股市在高点 中国在低点 所以他敢这样跟中国校正 可是坦白说 如果未来两天 今天晚上就要开始谈了 对不对 9号10号 如果真的谈得不愉快的话 那美国你在高点也没有用 到时候还是两败俱伤 到时候还是两败俱伤 所以未来两天的谈判 要特别注意 台北股市相对是比较强的 我们就跌4% 我们的路线 在今天这根没打下来之前 其实台北股市感觉起来 其实还满安全的对不对 今天这根棒打下来之后 好像有点要做头的味道 关键还是在明天 关键还是在明天 为什么关键在明天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简易多空便是吧 多头欲藏黑 隔日就是买点 所以这边长黑又大涨 礼拜一长黑 礼拜二又大涨 今天打这根下来之后 明天就是最后关键了 明天就是最后关键了 不能再退了 再退可能要小心了 整个多方的一个趋势 可能要有所改变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其实以现阶段这个时候 最忌讳什么 两强权在互相校正 接下来要谈判 有可能会相互礼遇 谈出一个所以然来 也是有可能的 那有可能会两辆火车对撞 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目前枪在川普手上 他要不要扣板机 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 对不对 川普的人消消 谁能够事先掌握住他 没有人 所以现阶段最忌讳是什么 最忌讳就是追高杀低 听到不 最忌讳就是追高杀低 你如果好股票 本益比很低的 你去把它杀低 到时候如果谈判很愉快 行情又回头了 那你把股票杀低之后 你追不回来 懂得什么 所以现在最忌讳就是追高杀低 那追高呢 最近很多人看到各国行情一拉高 为了会队管也不管基本面 那是很危险的啊 你看我举个例子比如说 比如说原相 原相最近拉上来 因为任天堂 所以许在大陆开卖 所以把原相带上来 一带上来之后 很多老师都去追原相 第一季赚不到一毛钱啊 第一季赚不到一毛钱 股价一百多块钱 你去追踪股票 会不会有点太过冲动 对不对 今天一回头 马上是不是打下来了 是不是很怕来啊 所以这个时候忌讳去追高啊 尤其是业绩烂的 你看4968 利基也是 最近利基突然拉高 很多人看到一涨 管他基本面好坏 管他37 21都追进去了 那你追进去的结果 利基低基还赔钱啊 亏损一毛钱啊 了解的公司 六十几块你去加堆 那我真的佩服你啊 赔钱的公司股价六十几 你还敢追 我也只有给你按个赞而已啊 不然怎么办 你看今天一回头 马上硬生生就打很深了 所以现阶段最忌讳就怎么样 就是追高杀低 追那种基本面很差的 人一刀你会跳下去 人都要赌给你 不可行 那杀低如果是 如果是业绩烂的 股价高的 那杀掉就杀掉了 重来换股操作 这还没关系 那如果业绩很好的你去杀低 那就可惜了哦 那就可惜了哦 其实这个行情我跟大家 我已经说三个星期了 我已经讲了三个多礼拜了 我对四个也吹就开始说了 接下来到五月中以前 都是超级财报的行情 你不要去队管 涨高的不管业绩好坏都危险 你要做你只能买底部的机油股 买价格很低的 北比很低的 业绩却很好的 甚至于现阶段你可以多空双向嘛 这是目前最好运用的策略 两个极端买底部机油股 业绩好股价在底部 安全又会大赚 要放空也可以啊 很好啊 涨了1700点上来 很多股票涨很高 业绩又不好的 空弄高档的机差股 两边到底能做嘛 我已经讲要一句话了 我对四个吹就开始讲啊 你每天看我节目你们都知道啊 你有没有跟着一起这样做 做多也可以 做空也可以 买要买底部的 不能买高的喔 空 空那种业绩烂的在高档的 大盘涨1700点财报再发布 这是让你学习做放空最好的机会点 你看这几天行情一跌 业绩烂的大跌 业绩好的小跌 是不是空单保护多单对不对 那你看礼拜一涨90点 底部的机股股大涨 高档机差股谈不上去 多方又可以继续赚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运用的策略 每年只要遇到财报发布期间 尤其起关键时你都可以这样做 你都可以这样做 你看20党地雷股 20党地雷股 我对四个十八号开始讲了 今天是5月9号对不对 今天五月涨到我已经说20几天 我对四个十八号开始讲了 20党地雷股反弹都是空 我上一次的演讲 我有把这20党地雷股 现场我有赠送 有来听的都知道 这20几三个股票 全部大跌 全部 全部都大跌 我在空的股票你们也知道 对 联雅财报发布当天还大涨 三百几块 很多老师都说联雅利空出境 我说利空出境有贏不贏 对 获利创新低 怎么可能利空出境 撩起来就最好扛的 你看讲完之后5月2号 说完之后5月3号拜国有大跌 哪怕大盘涨它是大跌 紧接着礼拜一又继续跌 礼拜二开高还是走低继续跌 我说太贵了 才八毛钱280太贵了 昨天礼拜三还是跌 我昨天说量缩了 今天又继续跌 有啦 今天空单是补掉了 为什么空单我要补 我前两天给大家看联雅 大量套牢 大量破底又套牢 尤其量又缩 我说随时都会再往下走 那我今天为什么要补 因为年线 来年线 年线是大的关键 大的关卡 所以来年线我先补一次 好 来年线我先补一次 对上面扣下去也要30块 快30块 空单先补没关系 虽然说补的 补完之后它还是继续往下跌 没关系 都贪钱 三把上面扣下去 黑白布都贪钱 反弹再空 反弹再空 不要去追空 穩帽 财报发布空 跌停 再跌 2天18% 反弹上来 上星期五担起来 我说注意喔 空点喔 空点喔 你看我讲完之后礼拜五 礼拜一 是不是又大跌了 礼拜二 反弹 很多人都说 穩帽又要开始涨了 我特别讲 太贵啦 太贵啦 昨天穩帽开地又走高 很多人还在抢 我说拉高都是空 拉高都是空 今天是不是又大跌了 像我大拨 一记赚4毛钱而已 赚4个人而已 200几块会太贵 现行会给大家看过啦 大量套牢 带量砂盘 反弹 无量 这刘亚都是空的啊 对不起啦 是不是啦 这随时又破坏喔 随时又破坏喔 你看这20党地雷骨 全部都大跌 我今天开给你看无所谓 反正都大跌了 对开给你看 阳明光 有没有大跌 有大拨吗 有没有大跌 神盾 6462神盾 有没有大跌 光要跌天盆去 对 梁维 对 梁维今天虽然没有跌 这个要注意 开始来做头了 存胺6283 是不是一路跌下来 一直拨下去 位数 我们就是空位数 3508位数 今天是要继续跌 你给我拨 我开给你看好了 反正都已经跌那么多了 汇赚科 汇赚科 8431 是不是跌停 对 加零 4976 今天是不是大跌 立志 3483 今天是不是跌停 这支牌最疲惨 这支牌最疲惨 我四个十八个 说的时候在这家 说得到崩落 对 精彩 这是我们康的勾票 这是我们康的勾票 也是崩落 我没有办法一档一档跟你说 开给你看没关系 没有办法一档一档跟你说 光环也是崩盘 对 光环也是崩跌 也是崩跌 大家都给你看 没关系 二十档地雷骨 反正都跌那么多了 对 联亚也是我们空的 波罗威 三一 都崩跌 我说的时候跌的一个 都崩跌 对 位数 319空 反弹 38再空 你看上星期五 上星期五 联亚空单 多二单是环球晶 空稳帽 空位数 对 橘子 节力是做多的 对 空的时候 礼拜一跌 礼拜二跌 礼拜三跌 今天更大跌 这样扛下去 今天落得七八 对 我说 大量座头 带量砂盘 反弹无量 扭起来都是空的 是不是下来了 今天跌更深了 今天跌更深了 这是昨天的图卡 今天跌更深了 今天拨过去吗 想拨过去吗 精彩也是啊 业绩这么烂 第一季还大赔 对 礼拜一大跌 礼拜二大 礼拜二十平 礼拜三继续跌 今天又大跌 今天又大跌 这样一路扛下去 就放下去了 就放下去了 不是不能做多啦 现阶段你要做多 就买底部的嘛 买底部的GEO股嘛 买底部的GEO股嘛 对不对 底部GEO股 买底部才会赚大钱啊 你看礼拜一的讯号 买橘子 空联雅 空文帽 空位数 空精彩 买微影 大成钢 华晶科 这些都是GEO股票嘛 举例是买76 买完之后礼拜二涨 礼拜三继续涨 礼拜四今天高点79.5 当然在盤子就打下来啦 不然比七八没关系啦 微影也是礼拜一买了之后 礼拜二涨 有没有礼拜一 礼拜一买 礼拜二涨 对不对 总是好股票嘛 环球精今天打下去 我本来拉上来 大跌止跌两块半的 那是公司嘛 那是公司嘛 等一下环球精再来跟大家谈 这个礼拜六 早上桃园下午台北 讲座关税大战谁受惠谁受害 要来听 包含你要学习放空的 放空的技巧其实很简单 我跟你诈完之后就要走 股票投资你一定要做多 也要做空才可以 到底这次美中贸易大战 谁受惠谁受害 礼拜六早上桃园下午台北 广州有付电话 打算进来报名 接通口号休息之后马上回来 地震呢 怎么办 一 爬下 二 掩护 三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华信 林老师 二十五年操盘经验 精准掌握国际股市 深入台股产业研究 操作重视基本面 精选高成长公司 配合独创操盘法的量价时间 角度趋势转折与循环 掌握底部起掌 与高档转折卖数的 稳健获利模式 跟着老师的角度 就能迈向财富成长之路 立即来电 02239 239 88 022 239 239 88 华信 口固 华信 口固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 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 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 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 华信 口固 02239 239 88 02239 239 88 华信 林老师 二十五年操盘经验 精神掌握国际股市 深入台股产业研究 操作重视基本面 精选高成长公司 配合独创超盘法的量价时间 角度趋势转折与循环 掌握底部起掌 与高档转折迈数的 稳健获利模式 跟着老师的角度 就能迈向财富成长之路 立即来电 02239 239 88 听到239 239 88 华信 口固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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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到现场 你可以一边打电话报名 一边继续听我的分析 礼拜六早上桃园 下午台北 我来跟大家谈 关税大战 谁受惠 谁受害 包含你要学习放空的 礼天可以教你 现阶段就是 买底部跟空高档 抗热就很厉害 高级去太高了 你看这二次党地雷股 二次党地雷股 全部都崩跌 我刚给大家看过 全部都崩跌 那你要做多可以啊 买底部的嘛 买底部的 业绩又很好的 你看橘子 36天 35天 38天 22天 22天 整个箱形整理 80天开始动 时间到开始发动 整整五个月的大箱形 80块站起来就不充 平均比才7倍而已 这边要配6.3 殖利率8% 相当高 今年还会有 三款手游要上市 三款手游上市 公司预估还会再攀新高 今年还会再攀新高 你看杰利也是啊 都是底部的股票 27天 24天 26天 26天 三款手游上去再加倍落底 目前股价在五个月底部 所以这次 这个礼拜大盘的沙盘 杰利也是无动于衷 这也没影响嘛 也没影响对嘛 环球晶 已经做第三趟了 固定的时间 24天 27天 24天 24天 做第一招 做第二招 现在下来做第三趟 我等到第27天才开始买的 27天298买298买 押回来325再买 对 298买325买 这也很强的 业绩很好 8.8 这个我预估到了 现在重点是这个 预付款已经227亿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没有时间跟你谈 我在演讲会场上面 我会告诉你 环球晶客户下单的预付款 收了227亿 这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你看懂了 你就知道他今年的状况是如何 你就知道该怎么样做 你看赚钱 也真凶啊 也下不来啊 不然今天大盘大跌 1527赚钱 也是没来啊 为什么会这么强 这就是底部股的优势嘛 在还没涨的时候 就开始买 48块买的大戌 到高点 61块钱先卖一半 先买一半 买一半后是不是买啊 我也算过给大家听啊 对不对 个股都有它的规律性 27天 26天 26天 double 27天 那下来之后 就要等第27天嘛 注意喔 时间没搞喔 时间快到了喔 获利创历史新高股价还在底部 这个股票的安全啊 各股都有它的规律性 都有它的时间性 你看泰鼎也是啊 2828282728 当时跟大家讲完之后是不是开始动了 是不是开始走啊 就一直去 最近又开始喷出 我提醒你注意喔 27天28天要搞喔 你看今天太顶了 我是不是提醒你了 今天是不是打到快跌停板了 都有固定的规律性 希望你要注意 接着快点 记得没时间讲了 没时间讲 留在演讲会场喔 礼拜六 早上桃园下午台北 我要跟大家谈 这次美中贸易大战 关税如果有调高的话 到底谁受惠 谁受害 还有谁是不受影响的 包含你想要做放空 我可以教你一些重要技巧性 做坑你一定要那些黑啦 你一定要学会才行 两个广告时间 打上今天报名 礼拜六早上桃园 下午台北 祝您操作顺利 判断纯盛平忽并自负 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让你比财竟在运通 023923988 华信投顾 华信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 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 华信投顾 023923988 023923988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